好 我們看看 所以我們在這篇詩篇裡面 我們給他一個題目叫做 全心稱謝獨一神 全心 裡面有幾個大點來分享的 就是 這位神他是獨一的 獨一的神 所以怎麼樣用全心 一個心 不是三心兩意 是全心 我們有很多的神 但是這位是獨特的 獨一的神 他的名 跟他所說的話 他的真理是 至大 最大 那麼他應允 當我們呼求當中他是應允 而且兼顧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會受各樣的波動影響 但是他是應允給我祷告的 不一定按照我們的方式 我們所求的結果 但是他肯定是應允 那麼他所的工作 你所的工作呢 必成全 你所工作 所以我們有幾個問題 當我們特別在想感恩節 就禮拜四就到了 我們到底是在感恩些什麼 那不知道感恩節的 可能孩子們越來越多的 就是說這是 或者甚至成人 說這是火雞節 那火雞節跟感恩節這個差別 其實是很大很大的 那我自己是不是一個感恩的人 是不是會把謝謝 這個字常常放在我的口裡 我的心裡 我是像誰在感恩 像誰在稱謝 是為了什麼 是 只有像那 特別恩待我的人 或者他網開一面 或者是 你有各種不同的經歷 你到底像誰在感恩 或者不感恩 我就是應該有的 那我是不是神手裡的工作 其實這是關鍵 我到底是不是他手裡的工作 如果是的話呢 就像我們剛剛聽到的 生命的一個分享見證 神繼續在做 我們是他手裡的工作 那麼他還要做 當然如果我們是硬著心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肯定他要做 他願意做 所以帶來有什麼樣的提醒跟安慰 如果我是他手裡的工作 他必定要成全 因為他是自己的應許 那動了善功的 必成全這功 直到那日 所以重要的是 我有這樣的把握 我是在他手裡的工作 而且不是只有我 是我們 是他手裡的工作 所以 有一位弟兄姐妹 生命的見證 分享的當中 就激勵我們 我們是一起的 是個人需要來回應 但是是一起的 在救恩裡面呢 成為神 他自己手裡的工作 那是有目的的 是要叫我們來宣揚 那招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有他救恩奇妙的目的 但是不只是來宣揚 而是在其中 叫人看見的就是 原來這位神是獨一的真神 是配得你我一心 來稱頌的神 所以我們願意 藉著這詩篇來看 所以第一節就講 我要一心稱謝你 一心 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我們講一心 比如說講一心 可能如果你教小孩子 一二三四五六 那一心 那到底是一顆心 然後三心兩意 那他怎麼解釋 兩個心嗎 三個心嗎 當然不是 一心就是講到全 整全的一個 完全的心 要全心的來稱謝 為什麼要稱謝 為什麼要感恩 我們講到感恩節 其實感恩節當初就是 在從英國那邊 主要是那邊來的 他們想要有信仰的自由 來到新大陸來尋找 是不是能夠有這樣信仰的自由 這是在馬丁路德改革之後 他們有不一樣 對回歸聖經當中 曉得要怎麼來敬拜神 所以他們願意是一個自由敬拜 這樣的恩典部分 所以他們來尋找 所以感恩節是透過這批人 他們開始 在新英格蘭地區 在特別麻省那邊 他們早落地嘛 所以一六二多年的當中 他們有第一次 雖然一開始第一年 死傷是很沉重的 過敬拜的人都過世 但是我們曉得 他們感恩是因著 不是看到有這些難處 有一起在海上經歷過各樣風浪的 這些同傳的人 他們過世 他們就埋怨神 而是他們感恩的是 神還是繼續在看顧帶領 是在那樣的開始 這個國家 基礎其實是 在信仰上面 他們願意來敬拜真神的 那當中也有些是清教徒 後來有更多的清教徒過來 剛開始不都是清教徒過來 但是都是在回歸聖經的 這些信徒裡面 他們開始 那大衛他是怎麼樣來感恩 他是怎麼感恩 當然在整篇詩篇裡面 他就提到 但是他是向誰感恩 這很清楚的 當他在呼求的時候 神是垂聽的 神應與他的 在第七節 我雖行在患難中 你必將我救活 或是使我存活 你會保守我 繼續來讓我能夠活著 活下來 那其實他當然知道 在大衛 所以他要走世人的路 他至終要去哪裡 他曉得 所以在世上的長短 就像剛剛的分享見證 不管有沒有孩子 人都說不是按照我們 所求神這樣來運營我們 但是他知道 神是垂聽的人 你就是行過患難 就像是行過死因的幽谷 你走在當中 但是你曉得神 他是使我們存活的神 這存活 可以是在世上存活 可以是在永恆裡面 與神的存活 他在向神來感恩 在呈謝 全心的 大衛 我們知道 他要跟他的兒子 所羅門 來做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所羅門不是一心來呈謝 他的心乃是被這些兵非所拜的神 來掳掠的 他的心是分裂的心 不是整顆心 但大衛他是專心來跟隨他的 誠誠實實的 這樣 在聖經描述 他誠實的 專心的 一心的 整顆心的 來讚美 來跟隨你 不要一心誠懈你 在諸神面前來歌頌你 那到底諸神是指哪一些呢 這裡有不一樣的解釋 有些提到可能是可以是天使 當然也可能就是偶像 在諸神面前 但重要的是曉得 他像獨一的真神 在敬拜 在呈謝 因為他曉得是這一位 單單是這一位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可以從人的關係就看得出來 對 只有一位生你的父親 一位生你的母親 就這一位 你可以有其他各樣的 Uncle 阿姨 或者是你的養父都可以 繼父都可以的 但就不是這位 原本就單獨的這一位 大衛他很清楚 人在這樣關係裡面也曉得 孩子們他們如果知道 我是被認養的 他總是想要多一點明白 原來我的生父是誰 我的生母是誰 大衛他知道是這一位 獨一的真神 他在諸神面前 那這樣偶像更不用講 那如果是天使面前 當然要稱聖這位神 因為他乃是那造物主 他在這位神面前 他要繼續來讚美 他要讚美 要感恩稱謝的太多了 太多原因了 是在當他抬頭 他仰望神指頭所造的天 人算什麼 你盡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你盡眷顧他 人到底算什麼 我們唱的詩歌 不曉得如何 為何他竟要拯救我們 不曉得 他是怎麼樣來拯救 他為什麼要拯救 這真的是奧秘 但是我們的心 是可以發出讚嘆感恩的 因為他竟然願意 這位神他 是在至高之處 約華雖高第六節 卻仍看顧地位的人 他是坐在諸天之上 所以像穆斯林他們 對這位神 他們的神 他們只有害怕 因為他坐在至高之上 跟人沒什麼打交道的 不會體恤顧念 你我是怎麼樣軟弱的 是有需要的 這位神 我們所信的神 獨一的真神 卻是 雖在高處 但是他卻是看顧 仍然看顧地位的人 他在感恩 在呈謝 這位神是垂聽他禱告的神 其實光看我們神所造的一切 就讓我們應該不困難的 來向他發出讚美感恩 四季的運行 你我所看到的這一切美善 都是在神他自己的恩典裡面 向我們顯明的 他是把他自己的恩惠 加出在無論藝人 歹人身上 但至終當然 我們提到 是不是我們是他手裡的工作 這個是關鍵 大衛他在這邊 他繼續來稱謝 他來讚美 獨一的真神 所以當我們想想看 你的孩子 他是不是一個感恩的孩子 或者我們自己 是不是一個感恩的人 那我知道很多時候 譬如師母他跟我們 跟我已經我們結婚都41年了 那我都分享過很多次 我也想為什麼他要跟著我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有爭吵的時候 我們還在磨合 不是只有新婚磨合 這個老夫老妻還在磨合 但是我想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我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如果你是男朋友女朋友 在追彼此的 還在交友的期間 可能你就特別特別的 會去珍惜 老夫老妻 這個 我的本性真相全部都露出來了 是不是感恩 如果是視為理所當然 我會感恩嗎 當然不會 不會謝謝他嗎 怎麼會呢 我們孩子有太多太多的東西的時候 你知道 問一個兒子他是在勞工局做事 他說很多人去那邊 勞工局就是他所要接觸的人 就是他工作沒有工作了 那麼要有勞工局來幫助他們 或者重新能夠找到工作 或者是中間能夠持續有一些的補助 補助金 那他一個感觸就是 絕大部分的人 都認為領這些那是應該的 政府的救助是應該的 這是我的權利 沒有什麼感恩的 孩子會不會感恩 你如果看到他房間裡面一套的玩具 你想你要幫助他感恩容易嗎 還是你想想看我們小時候 我們打彈珠在地上 隨便拿個小時都打彈珠啊 或是橡皮圈跳一跳啊 你拿到一個什麼禮物 那會不會感恩 是不是我們有太多太多的 有太多的 一致於我們都不去好好思想 這位神是怎麼樣來恩待你我 祂是怎麼樣保守我們直到如今 祂是使我生命得以存活的神 祂是在我呼求的當中祂垂聽的 祂按照祂自己的美善 我們要適時來運行 讓我們在其中可以享受 有不同的季節 每天太陽就是很忠實的能夠升起 太多了 我們享受太多了 或者就忘掉了 原來我需要感恩 直到我們失去了 願意我們是 做個感恩的人 對 我想一個很清楚的 例子 在新約 主耶穌祂被西門 法利撒人西門 請去一起的宴禧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邊記載的 讓我們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畫面 西門法利撒人 然後一個沒有受邀請的女人 是城裡面都知道有罪的女人 到耶穌的腳前 她哭泣 她用她的頭髮來插了主耶穌的腳 用膏來膏抹她 西門她心裡面 就在議論 如果主耶穌是先知的話 應該知道 這個女人是有罪的女人 你怎麼讓她碰妳啊 你怎麼讓她這樣接近妳 那主耶穌問她 有一個債主 她有兩個欠她債的 一個欠的比較多 一個欠的比較少 兩個人都免了 哪一個會更加的 來感恩 來愛這個愛在主呢 西門她斷的不錯啊 她知道啊 當然是妳赦免得多 妳就愛她多一點嘛 妳就至少妳高興一點 感謝一點嘛 把這拿來用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這一個是她的 所以妳看著她的 妳是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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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妳們她的 但是不是停在那儿 而是看到那后面的 至终赏赐恩典 我们讲一个是怜悯 一个是恩典 都是从神来的 免去我们应该受的愤怒 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是得罪顶撞他的 同时又加添给我们 这种不配有的恩典 是他自己的救恩 给我们透过主的公义 让我们成为他家里面的家人 是在这些的当中我们看到 原本我们真的 是应该是那个更加爱主的那位 所以到底我多少的感恩 我想要回去要问的是 到底我有多少看到原本 我应该受的那一份 我不想受的 我却领受的 那我不配得的那一份 还是要在这样的上面 我们去思想 不然我们 结婚越久 我们就越发的 好像穿衣服没什么感觉 不是的 不是提醒我自己 我想我们也需要 神把我们放在一块 不管是夫妻的关系 弟兄姐妹的关系 家人的关系 都要去珍惜 要去想想看 神在当中 他给我们的恩典 那 在当中 第六节 这边也提到 耶和华虽高 却仍看顾地位的人 他却从远处知道骄傲的人 他的看处就是知道 他知道骄傲的人 骄傲的人会不会感恩 骄傲 但他觉得他了不起嘛 他要向谁感恩 向自己感恩 向自己谢谢 恭喜你 你实在是做得不错 我想我们这个成分总会有一些的 要不是我努力 哪有今天 我当初就是白手起家 都是 靠着我这双手 若不是我今天怎么样 骄傲的人 那圣经也描述骄傲的人就是 恶人 他心里 不认识神 以为没有神 如果知道有神 感恩就应该 应该有的 知道神怎么样来看顾待领保守 就应该有感恩 所以想想看 到底是不是 我们需要去反省 不感恩到底够吗 我向谁感恩 只是在你工作的 商业的 让你能够失业发达的 还是你看到是更加重要 更珍贵的 是神给你的 在你的家人开始当中 你看到 感恩神把他们放在这儿 感恩 神是这一位 祂知道我们 祂把这些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 来帮助我生命 看到我的光景 需要让神继续来重整 重建 第二节他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我向你的圣殿下拜 并称赞你的名 这边我次序 稍微把它改一下 因为他原本 原本是比较是这样的次序 还有 我向你的圣殿下拜 并称赞你的名 你的名 跟你的圣殿 这都连在一块 所带来的提醒是什么呢 是神你的爱和真理 你的爱和真理 因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话 大过一切 他向神的圣殿 当然大卫这个时候 这个圣殿还没建起来 所以大圣殿应该所指的就是 神他可以是约会 他所在的 他向神 其实就向神 来敬拜 来称谢 神的名 因为他的名所带来的 就是让我们看到 他的爱跟真理 而且他使 神你的 使你的名和你的话 大过一切 神的话 神的话 随书很清楚的 引用 生命经那边讲到 人活着不是 单靠食物 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神的话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今天我们能够活在 现今 很多人为全球 暖化 很担心 特别年轻孩子们 他们认为这个是威胁到 他们生命的 所以之前大概去年吧 有年轻的孩子出来 那很多人就会 就响应 就说这个全球暖化 这个是第一个要去 对付的 我们要救救地球 我们现在会注意到 原本温度稍微差一点 就让人可以是 为自己的生存在那边 心惊胆跳 但是没有想到 原来是神自己的话 是安定在天 如果没有祂的话 说出了就算数的话呢 怎么会适时按时来运转 怎么会就是 即使温度高了几度 低了几度 基本上我们还是 没有所想到那么可怕 如果祂说的话 之前我们不信 现在应该更加的信靠 过去祂怎么样信实的 在祂的话语里面 祂创造 祂维护 祂供应 祂保守 你是你的民和 你的话大过一切 那这边我们河河本有不同的翻译 那样的解释也可以 从不同的方面来帮助 我们稍微了解一点 它说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 应许我的 那这有这样的解释 那这有这样的解释 就是说 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在祂自己的经历里面 祂看到神的作为 一样一样的呈现出来 我们越来越 其实越来越明白神 祂是什么样在你我生命里面 祂的恩典 是越发的彰显 祂的怜悯是越发的争夺 但是如果按照原来的 阿西伯来文那边要讲的 他特别强调的是 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话 大过一切 大过一切 确实祂的名 神有很多的名字 对不对 但祂最重要讲到 祂是怎么样 因为神是讲的 就是耶和华 亚威 祂的名和祂的话 是超过一切的 祂的名提醒我们 这就是祂在心愿里面 用我是 你可以想想看 我是 我是毫无人 我是光 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活水 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等等 祂的名 超越一切的名 祂是不让荣耀 与其他这些诸神 如果是拜偶像的 这些假神 来祂分享的 独一的真神 祂确实使祂的名 要超越一切 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祂 我们呼求祂 是向这位神 来呼求的当中 祂让祂的名 来显为大 祂肯定是催听我们 按照祂的话 祂的应许 我们持着这样的盼望 祂要成就祂自己的话 所以当大卫他在向圣殿 神自己同在的表示 的一个代表的当中 祂下拜 来称赞神的当中呢 祂很清楚 晓得祂说敬拜称谢的这位神 祂是把祂的名跟祂的话语 是彰显在世人的面前 在创造当中 所以神的话 神造男造女 不像现在 当我们说 为你的爱和真理 真理 如果今天我们所活的世代 是在许许多多的这些假消息 假信息 相对的真理当中 更加让我们看到 我们要感恩的是这位神 祂说的话是真理 造男造女 没有什么让我们 人可以任意的来定义 什么才是男 什么才是女 当然最近 我们所面对的事 可以界定什么是婚姻 我们活在这样的世代 更加要感恩的是 神的话 清清楚楚的 摆在我们的面前 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子孙 需要回到这位 让他使自己的名 使他的话高过一切的 这位孙面前 他的话 才是要安定在天 我们需要 自己兼顾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 也把孩子们 把孙子们 把其他的年轻孩子们 一样 除非我们看到 神的话 就是可信了 不然 我们的孩子继续 他不晓得 他要在哪里定位 是男是女 结婚 应该是怎么样 要不要结婚 太困扰了 困惑了 困惑了 那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是回到神的面前 他使他的名 和他的话 高过一切 大过一切 事实上 他的话 一定要引演 一定要引演 所以复活之后的主 他向 这些原本在害怕 躲藏的门徒 来显现的当中 就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摩西的律法 宪制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子之后的话 都必须应验 都必须应验 神的话 大过一切 这应验 包括主耶稣 他自己 在受死之前 都要应验 他到世上来 就是成全神所说的一切 而且 他自己 就在应验当中 让父神的救恩 透过他 临到你我身上 都必须应验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把握 他的话 跟他的名 是大过一切 一定要成就 都要应验 所以 一早主耶稣就讲了 他来不是要 废掉律法 就是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话 都不废去 都要成全 这个成全 应验在他身上 包括他的寿死 他的复活 他要再来 这肯定就要成就 所以是在这样的 神的名 跟他的话 视为自大的当中 大卫 他的心 发出赞叹 他献上赞美 献上感恩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或者是坚固我心里 你的力量 坚固我心里的力量 你我是在 人生的路上 是有很多的风浪 时候 可能会像诗人 他在另外 二十七篇这边提到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业化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 可能上胆 面对你的环境 可能有这样的光景 你失掉勇气了 你的心 好像成为水了 或者是 我正说我射得一脚 又滑 你那时你的慈爱 扶住我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使我欢乐 我有忧愁的时候 有怀疑的时候 有胆怯的时候 有困惑的时候 有太多 这些让我们 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 那是 刚刚第三节 这么提到的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或者说是 兼顾我心里的力量 兼顾我心里的力量 我们里面 有一个新人 耶稣他 叫我们得生命之后 有个新人 他是兼顾我们里面这个人 我们里面的人 如果被兼顾了 心里有力量了 那我们就可以 靠着主的恩典 他的真理来面对 你生命里面 各样的挑战 风波 这是肯定 有呼求的日子 有 有患难的时候 大卫他描述 他在患难中行走 有恶人临近的时候 有恶事临到的当中 但是你呼求 向谁呼求 这位独一的神 他是造你的神 他是救你的神 向他呼求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神是应允的 其实 神是要求 他在登山宝训讲到 我们甚至还没有 祈求以前 他就知道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当我们呼求 我们就更加看见 原本我们凭着信当中 看到神自己的座位 你呼求 他应允 要兼顾你心里的力量 所以像走过死因的忧果 你也不怕遭害 走在患难当中 你继续 晓得神会带领 祂不撇弃你 是可以经历的神 所以到这边 我们一直看到的是 大卫他在神的面前 他一直跟神的对话 多少次他就是用 你 你 你 歌颂你 称谢你 向你的圣殿下拜 称赞你的名 你 你 他跟神之间就是 他把他的需要 直接带到神的面前 他跟神有个人的关系 他不是隔着其他的人 当然很多时候 神是用其他弟兄姐妹 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走 但是他自己跟神 是有这样很亲密的关系 他经历过这位神 他曾经呼求的神 神垂听了 他现在如果面对各样的苦难 挑战 他继续在神面前 你 您 来帮助我 您垂听 您来应允 是这位神 是您的神 那跟祂有这样的关系当中 我相信我们生命可以不一样 越多是靠近祂 让祂来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第八节 你守的功必成全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奇你守所造的 你守所造的是什么 其实就讲你的工作 你守里面的工作 那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如果你光是把这一节抽出来 你会怎么用 如果你没有从前面一直看下来 或者没有从整本圣经来看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这跟阿拉丁的神有什么大的差别 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位真神之前 可能有些也在不同的方面 你寻求帮助 都是要来成就我所想要的 来成全关乎我的事 这个是我的事 至关重要啊 你要来帮助我一定要成全啊 当然 我们知道 如果从整本圣经 或是从这一首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 神如果祂的名为至大 超过一切 祂是那独一的真神 那么祂当然 不是我们随时就可以把祂请走的 要祂来就来 你铃铛一响 祂就过来的 不是 但是同时祂又是像 那爱祂孩子的父亲母亲 愿意来服侍 愿意来服侍 祂的孩子 特别孩子也是软弱的 是有需要的 他是按照做父母的 按照神 祂是知道怎么样对你最好的方式呢 来成全关乎你的事 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的 那不是他来服侍我 我要他走就走 我要听他就听他 不是 所以英文ESV的版本 它就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明白 但原来他没有这个字 他讲 他会成全他的计划 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是朝着这个意思走 没错 是神有祂美好的计划 愿意透过你 透过我 透过我们 一起来成就的 如果你的孩子 他知道 神是在他生命当中 有计划的 他一定会成全 应验 他在 你这个孩子里面的计划的话呢 他定位就可以定准了 他知道他服侍的是谁 他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世上 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吸引 或是吵杂 在分心 要拉他往哪边不同的方向走 他知道 我们自己一样 如果 我们晓得 今天这位神 祂是愿意按照 祂这样子来爱我们当中 甚至 结束来他说 人子不是要受人服侍 那是要服侍人 祂是这样一位神 但是是按照祂的智慧 祂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我们 所求 就是按照那样子来成就 当然不 祂知道什么是最好吗 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要化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就是不要离弃你手的功 那以弗所书那边提到很清楚 你们得救是本护恩 也因着信 或是借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那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不要叫我们在神所预备的善事里 把它活出来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神的工作 在哪里造成的呢 在耶稣基督里面 透过主耶稣 祂到世上来 神的话 大过一切 应验在祂的身上是 祂必须受死 祂也从死里复活 是在这样的救恩里面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大会虽然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 但是很清楚 我们在十字架的这一边 我们看到 神肯定不会离弃 他手里面的工作 祂不会的 只会说爱世上属祂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祂一定会做完的 这不管现在你是处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 或是面对有什么样的苦处 难处 你知道如果你是在他手里 是他的工作的话呢 你孩子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安稳 可以继续向他赞美 他绝不离弃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这是主自己亲自讲的 神也讲的 我不撇弃你们 祂是带领他的儿女 继续往前走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最重要的我要问 我是不是 我如果是的话 我愿不愿意 让神继续 继续来改变我们 无论我的年纪多大 无论我现在 什么样的光景 我是他手里的工作 我们是他手里的工作 我们他的工作 在神所预备的 善事好事上 要活出来 神有预备 我们要行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是见证 就是宣扬那 召我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媒得 让人看见 没有错 有各样的动荡 前面的走向 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在这位神里面 有把握 祂的名要存到永远 祂是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 你可以加上很多 绝对可以满足你我 无论什么样的需要 但是这个满足是 祂像爱我们的父神 祂爱我们 愿意我们 是走在祂自己 在带领的永生路上 所以这位神 义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 宽乐 政治人的赞美是合一的 我们的赞美 是合一的 因为祂是以真理 又以爱 来带我们的神 祂的话 绝对可靠的 知道向你宽呼的 那名是有福的 要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我们晓得向神来赞美 向祂来赞美 无论现在面对了什么 向祂高兴欢喜的 是有福的 因为你是在跟祂的爱的关系里面有份的 你是在祂手里面祂的工作的 你是在祂的光中看清楚 你走的路是对的 你知道现在所面对的这一切 在祂都没有隐藏 祂都知道 这位神 当我们向祂欢呼 我们继续向祂赞美的当中 其实将来我们正在练习的 预演的 而是在其中一份的 愿旧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羔羊 那位被杀的羔羊 阿们 颂赞荣耀智慧感谢 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讲到这些来美国的古月花 当时所带来的 是要回归圣经回归神 在新英格兰州 现今的光景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是想到 我们除非是持续在主自己的保守 我们愿意跟随的当中 不然就是最 纯正的真理 都不能够持续下来的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 就是恩典 让我们在主他自己的保守里面 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 要持续来跟随他 无论今天 这个国家 或是你来自的国家 或是其他世界会怎么样 他使他的名 和他的话大过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赞美他 继续来称谢他 阿们 颂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愿神自己来 祝福各位 让我们是在感恩节当中 更加的思想 神他是配的我们一切的 颂赞感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